最近有观众朋友给我推荐了这款4倍 乐成SNE 机器有这么几个特点 千兆USB 3.0 120包邮门刷机 那还用说什么 我赶紧从小玩云下单买了一台 机器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大 感觉有点像没有天线的路由器 但它真实的身份是 电视盒子加四油云 背面这里有网口HDMI USB 2.0接口 3.5mm音频输出 而侧方有TF卡插槽 USB 3.0 下面还有一些配件 一个12V 1.5A的电源适配器 一个小巧的遥控器 还配有7号电池 那么硬件方面就介绍到这里 接着来开个机吧 开机后的界面是这样的 先来连下网 可以收到5G Wi-Fi 是这里可以看到它支持4K输出 同样的点击榜本5次 可以打开开发值选项 在里面可以打开USB调试 返回桌面 应用这边只有这几个 接着到电脑浏览器这边 访问看看 浏览器输入世卫的IP 就可以访问 密码需要问原来的卖家 我这个的密码是QWE123456 进来后感觉还是有点像模像样 拥有着一些简单的NAS功能 不过我现在没有插硬盘 好像很多都不能使用 那么接下来装一个硬盘进去吧 这个外壳还是挺容易拆的 装完硬盘后想使用它的话 需要先格式化 所以记得先备份 插上硬盘后它能做什么呢 首先现在可以在上面安装第三方APP了 安装方法比较特别 你需要先把APP传到机器里 然后鼠标右键选择安装 这样才可以把APP传到机器里 然后我们在电视端这里就能看到 用IDA64可以看到 机器用的是海丝的芯片 运行内存是2G 赏存应该是4G 另外我还装了一个当倍市场 这样以后安装APP方便多了 顺便测一下它的网速能跑到多少 最终结果是21兆 还算不错 那么作为一台电视盒子 它是否够格呢 先来看一下电视直播的表现 换台速度还可以 看电视直播这方面应该是OK的 那么看一些局域网内的大电影呢 这里使用Cody来测试 先播放X265 10bit的电影 花瓶 播放60G的4K蓝光电影 花瓶 播放31G的1080p蓝光电影 可以 那么总的来说 机器的播放性能还是比较一般 播放不了10bit以及4K的蓝光电影 可能比较适合拿来播放一些体积比较小的普通电影 另外有一点我要吐槽 这个遥控器的菜单件 在Cody里面是使用不了的 所以你没法切换字幕和音轨 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另外现在可以使用自带的远程下载了 可以用它来下载BT种子 之前用私家云下载不同的资源 在这里却可以下载 感觉还不错 下载完的资源怎么访问呢 除了在浏览器这里直接播放 还可以通过SMB访问 这里我测试了它连接千兆网线时 SMB的访问速度 协助在40兆左右 读取就比较快 90兆左右 那么手机端怎么访问呢 同样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 但是它的网页并没有做手机适配 比较好的体验是下载官方的APP 乐成私有云 打开后绑定适配就可以使用 不需要注册什么的 这点非常赞 而更赞的还在后面 当我们人在外面时 使用APP也是可以访问到家里的乐成NAS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注册 默认情况下就可以远程访问 这种设计还是挺少见的 我测试了一下 下载速度曾经达到过1.4兆每秒 不过就那么一次 后来远程访问的下载速度都是在400K左右 这个速度看一些体积不是太大的电影也还行 所以原生系统现在还是可以用的 下载远程访问感觉还凑合 但是这台机器也是可以刷机的 刷机的教程来自简叔的这位大佬 需要先去购买这两样东西 USB转TTL以及 1.25毫米的4P端子线 两样东西架起来不到10块钱 在主板上面可以看到4个针角 买这个端子线就是要插在这里的 将线连接好电脑上使用Party或者SGL都可以 成功的话应该就可以 像这样用命令行控制机器 但是后面的我进行不下去了 根据教程的方法按微动后 机器会加载右旁中的Fastboot 但是我只卡在这个地方了 进行不下去了 我尝试了我所有的右旁读卡器都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只能放弃了 如果大家有刷机成功的话 欢迎告诉我你使用的右旁 我也去买一个来试试看 那么最后来收各位吧 这台机器呢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它的 因为它有挺多的亮点 千兆 USB 3.0 内置硬行位 2G的运行内存 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好的特点的 虽然它这个播放性能呢 确实比较一般 真的 不知道是谁在网上说 它的播放性能挺强的 但是就我这样实际测下来 它还是挺一般的 我最困惑的一点就是 我这台没有办法刷机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它 如果它可以刷成这个乌棒图的话 我我感觉它是性价比超超强的 因为它120有这么多的特点 而且还可以刷乌棒图 虽然它这个播放性能不怎么强 但是如果我们拿它来当这个服务器的话 那它还是挺可以的 因为我们做服务器的话 不需要它的播放性能 然后这个功耗我也有测过 功耗的话大概是5瓦左右吧 所以呢 就是同样的这种arm架构的机器呢 都是比较省电的 不会说太夸张的 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它可以刷机的话 就可以成功刷机的话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超强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看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刷机过程不难的话 觉得自己不会像我这样 卡在这个地方刷不下去的话 那么买日台我觉得是挺好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赏存呢只有4G 那么可能如果你要装Docker的话 这个EMNC装不了多少Docker容器 可能需要去改那个Docker的路径 把它改为到你的硬旁 这样才可以装更多的Docker容器这样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生活不易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